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熊妈吉 跟你熊妈吉 我是徐云霄 今天台北股市涨了185点 相信你可能没有 不会很开心 除非你买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起22块 今天大盘涨了185点 都是台积电 后要台积电 其实台股没有涨 好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在量缩 今天还在3000亿左右 3091亿 那么近期的量缩 当然是有一个原因 大家观望 而且加上指数 在22000附近 大家还是 我知道你还是对那些指数 你看着会害怕 这我都能理解 我都能知道 那么重点的地方就是说 哪些股票还未来还有机会 这才是我来 来这边来告诉你的 来 最近 最近 还是股票 最近我们的股票 公主也真的 我们也没有 没有很好的表现 来看 从小型股最近可以说你可以看到量缩 我就说量缩什么东西 小型股 这昨天 早就跟你说的 今天也是同样 还是要跟你讲这些 那么你用台积电以外 其他的 主要还是小型股 比较强 明天 明天 当然今天晚上有个重点就是 NVIDIA 重头戏 要公布财报 其实以现在来看 他现在来看 你看台积电他的财报 他的业绩 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他下的单子都下给谁 都下给台积电了 所以他今天 今天都下给台积电制造 台积电好 当然就是 台积电的三奈米 三奈米有几个科目 就那几个而已 苹果高通 还有呢 回答 这几个客户而已 那当然 业绩好 当然什么都会好 回答就会好 回答好的话 会不会反应到明天 不会 给你反应 台积电 台积电还有红海 今天就在动了 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今天晚上 回答应该 一个财报应该是非常亮丽的 那明天 一些老的AI 我认为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给别人一点希望 那种像伟创 广达 神达 还有的 违影 我现在要操作违影 好 再来看机器人 机器人 现在目前为止 你说现在目前为止 我马上再等待一下 再等待一下 不用着急 你把钱留着 我来到时候 我来带你来做 机器人来带你来 饭被 之前你也看到围影 围影 一开始我最早做的是广明 广明 再来到围影 河村 做这几档 做这几档 后来就是建村 来 再来就是 最均 其实我们最近在操作 都是用 当然 当天如果有行情有 赚如果有超过5% 4% 5%的话 我们 那几涨的话 我们可能考虑 有可能会考虑说 把它先冲一下 卖掉 或是隔日 隔日会有开高 我们可能就先卖掉一下 这样子 两个操作 最主要 现在 接下来 因为现在资金 我认为 未来 接下来会 资金会转往 有关于国家政策 跟国家政策 是什么 绿能股 好 这是国家政策 来 你说AI接下来 回答 已经公布 公告完的时候 可能AI又会有一些 有一些 波动 不是波折 波动 当然要往上 来 我们来看 你先看 这里面的一些 我把 这里面的强势股 注意啊 都是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 里面有很多股票 都大部分的股票 说得知 之前已经 已经有很久都没看过 这些股票 你也不用去像这一页出来 其实能够做的股票 说得知 聊聊聊无几 你不要随便乱追 来 来看一下 大盘 我来说它会在月线和季线之间 来游走 目前为止 也是同样的 下一周 也许 下一周我认为 应该会来突破 这个季线 会突破季线 当然突破季线之后 可突破季线在绿色季线之后 还会再往下拉回来再来测 这是我现在给你的研判 目前为止 其实大盘 要来这个大盘 这主要我们还是要看的就是F4 台积电联发科 还有鸿海 广达这开机 这是指数 当然也是一个我们的大方向 大方向来 比较稍微说一开始说一开始就说 今天涨185点 你可能不会很开心 因为我也没有说很开心 我也没有很开心 好 那因为我们没有台积电 也没有 也没有鸿海 来 悟空 现在目前为止 还在 还在延烧 但是它整个烧的范围越来越小 没有整个扩散 只有一两天而已就开始越来越说了 现在板卡还在涨停板 还在强的 只剩一支 尘起 只有一档子尘起 好 那其实它周边 就是变成像涨到一些 什么线燃 电线 那边那边去 影音线 那边去 好 这是悟空 那我认为这短时间 它还是会有话题性 还是很足 话题性还是很足 那么 还是会有 还是会 还是会带动 带动有两行 基本上有两行 那如果说 最少两样东西 只有板卡 第二个 第一论这两行 这两行 这两样 你可以特别注意 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做 来找我 这有电话 来找我 我要带你来做 好不好 来来看 汉讯 26号 26号 掌停板 掌 昨天大涨 几乎 掌停后 没有锁住 又拉回来 那昨天我跟他说 昨天我跟你说 如果今天开高 我们就要出 今天 没开高 今天没开高 今天 开一个小低 尾盘收 拉高起来 尾盘是收涨0.3 没有开高 没有如预期 再过今天的 今天 今天他如果有在 有在82 83 他在82.5周一 我就会把它出掉 今天没有开高 好 好 稍等 稍等 来 这是汉讯 我认为他 还有行情 只是短时间 他会面临 这边 所有 这边 从5月 5月 6月 7月8月 这边才会套牢 卖压区 这边 这边 这些人要单解套 所以在这 我就是等 他开高 就要来卖 这边 这边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 一点 如果趋势 趋势的力量如果够强够大 其实 直接把它推上去 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还是有 来 再接收一下 正一下也是正常 还有实权也同样 一拉起来可以 到目前这里可以 开始就会有 上面的一些解套卖压 开始有点在松动 那么 目前为止 记忆体 实权 还有威钢 就看这两档 先看这两档 你要看太多 拉回是怎么样 拉回是好的买点 不让你卖 拉回买 这实权 好 那么 我们再来看 大概 那第一 其实大概实权的话 那这档股票 你如果想要知道他的目标价 我第一个是短线的目标价 短线目标价 那你说像汉迅的话就不用了 准备要卖了 准备要卖了 来 实权的话 他的目标价 你如果想知道的话 欢迎可以来 来电 或是到 拉生活圈去 那边来询问 目标价 实权的目标价 来 短线的 短线的 来 这是国家政策 绿能 我才可以说 绿能 现在来说 这支 这档股票 从他高档拉回之后 在这 在这一个反弹 2000多点 他没去到 没去到 这支股票没去到 好 那有没有机会来涨 这国家 未来国家政策 你说得去 他能不能涨 有没有机会 我怎么跟你说 你就知道 还有另外一支 来 身为能源 还有四季缸 四季缸 有在动 这两天在动 他有在动 这两天在动 身为能源 还没有动 没有动 才是好机会 要 要怎么做 我带你来做 我带你来做 你快 你不用等 你不要等到说 第一根 三根长红棒上去 三根红棒 不要说长红棒 三根红棒上去 你要才来问说 老师他的 他的目标价 还有多少空间 那是不是又完了 记忆股票 这档股票 接下来的话 如果 如果 他有一些 波动比较大 波动比较大 我们会区间来回来操作 这档股票 我会做到哪时候 这档股票我会 我会做一段时间 区间来回操作 加上你 像四根红棒也是同样 这些股票 区间来回来操作 四根红棒 要不要多 要不要多 你先看看 你先看 你先看 你不用看 不要随便乱做 你如果不会做 你不要乱做 你来看我 怎样跟你说 怎样做 你先看这支 身为能源 这是重电的 重电今天划成没有行情 其实其他的都没有行情 你用亚力 他们的重电是 是熊 也是都没有行情 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LINE 你还没有加入 赶快加入 我每天都会有一些 重要一些讯息 来跟你说 明天要做什么东西的 来 这是我们所操作 维影 今天涨20块 已经到1200 1925 你能帮他 等到他碰到季线的时候 绿色 等到他碰到季线的时候 我们老师 还有多少 还有没有行情 还有没有空间 你就太晚了 你就太晚了 来 敬意勾票 尾影 我还要带你来做 来 再来看 这是航运股 这是野村 野村他们全球航运 目前为止 从8月31号开始 募集基金 来 长龙 今天大会 最近只有 其实只有长龙有 有表现 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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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阳明 我哪里有去到 没有 最近都没去到 只有一支 长龙有去到 好 那我认为 这些现在 他们整理多久 他们整理多久 到时候他们所长的力道 就有多大 就有多大 这是基本的一些技术分析 的解读 你如果说你不知道 很正常 好 来 那机器人 你 不用 不用三百五百 一百 我先带你来 把那一百万给他翻倍 好不好 来 找我 这边来店 来 建村 最近 这是我们白椅子 我们把它卖掉 先买掉 资金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去 去操作 来 到今天的时候 今天 75.5 涨停板 我卖58.5 好了 那也没有什么好后悔 只是说是看对而已 我是要跟你说 我们是看的是对的 好 这是机器人 他是零组件 现在机器人 就比较减 所以都 盛雍东都没有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到这边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行情 接下来 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规划好了 你不知道怎么做 欢迎赶快来店 或是到我们的生活圈来报名 我带你来财富翻倍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那祝你投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先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